对于陈情令的忠实粉丝来说 这部电视剧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西游记 《新白娘子传奇》或《环珠格格》 而肖战、王一博的走红《成长》 也将伴随他们的一身一世 越是顶流艺人越有他房的危险 庆幸的是肖战、王一博走红的这五年 顶住了各种绯闻、质疑、争议 依旧是各大官媒各大晚会盛典的香波波 他们也一直在打磨自己的演技 以期成为更优秀的艺人 陈情令2019年播出 到2024依然是网络热议度很高的网剧 他当年的成绩不再一一列举 单看肖战、王一博的粉丝数量 以及他们CP的铁粉数量 就能说明该剧被热捧的程度 肖战、王一博这五年的影视作品 不再触碰同位题材 都在寻求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角色 肖战有电影朱仙一 电视剧斗罗大陆庆余年 王牌部队 余生请多指教门中的那片海 玉谷瑶交扬伴我 黄一博有电影无名 长空之王、热烈 电视剧有匪分起洛阳冰与火等等 这些作品可能没有陈情令 带给粉丝的印象深刻 但都是热播热映 影响力不俗的剧作 对他们的成长进步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2024年 他们能否带来 笔尖陈情令的作品 创造比魏无限、蓝王鸡 更经典的角色 迎来更大生机